就是在台北市立美術館 24號晚間臉書公布 說接獲衛生局的通報 7月16號下午曾經有確診者的足跡 為了確保民眾以及工作人員的安全 所以在25號自主閉館一天 進行環境的大清修 北美館也提醒 如果在那天下午您有參訪 您有參觀的民眾 趕快做自我健康監測 在7月27號當天 北美館會重新開放 台北市公布兩例的確診個案足跡 其中案15634 因為高雄確診者北上借助染疫 那麼台北上柯文竹就呼籲了 拜託大家減少人跟人之間的接觸 我們現在還是疫情期間 好避免有一些加護感染的機會 另外還有一名的是業務員的確診者 他這個治療痊癒之後呢 就出國打了輝瑞疫苗 沒有想到回國居然解隔離前都是陰性 在7月中要再次出國的時候 然後卻發現確診了 不要去開派對 這個還是我們很大的困擾 如此苦口婆心就是擔心 聚會提高染疫風險 北市公布兩例確診者足跡案15634 因為讓高雄友人借助而確診 他又接觸多名友人 總共匡列14人 北市公布公共場域足跡 主要是在一家水產店採賣 而最特別的是一名長期在國外工作的業務員 4月中旬確診6月底在國外接種輝瑞疫苗之後 6月底回國經過14天居家檢疫 直到解隔都是陰性 但7月底要再度出國檢測 卻突然確診 而他7月21號 曾經在一家大賣場的成功路分店活動 為了防疫重創經濟 尤其北市萬華受創最深 台北市也公布紓困方案 包括猛獎夜市 廣州街夜市 龍山寺地下街等9處造冊市場 煤炭或煤電 將補助2萬元 在疫情時間 你知道萬華地區辛苦了 我們就給他一個 一個特別的補償 雙北分階段解封同時 售窗產業也慢慢透過補助紓困 但想要完全恢復元氣 恐怕只能再等等 九宗格報導 三級警戒調帳前的週末 在中部出現了確診個案 首先是苗栗年莊三歲女童 跟著媽媽回到桃園娘家 結果因為跟阿姨一起睡覺 但沒有想到阿姨是確診者 因此被匡列後來還染疫 另外還有彰化的年輕人 傳播鏈持續擴大 一名台北南大生到彰化求學期間 還多次北上找朋友 還有彰化二十多歲的上班族 曾經在兩天之內 先自北上聚餐 三名朋友也跟著確診了 而台中市也加一 這是一名護理師 環保局人員正在對零星醫院 裡裡外外大清消 因為台中連續六天假鈴破工 他是在零星醫院急診室的工作人員 他在五月二十一號曾經接種過 AZ疫苗第一劑 零星醫院二十四歲急診男護理師 CT值二十九病毒量不高 曾在七月九號到十二號 有新北旅遊室 衛生局匡列實名接觸者隔離 至於急診的四十九名同事 採檢後全數都是陰性 再來看到彰化 下午新增兩例都是二十多歲年輕男性 他之前就在台北念書啦 七月十一號之後就搬到彰化來 他並不是我們彰化的子弟 那來彰化就學的時候呢 他實際上十三到十八還北上 有一些北上的活動史 確診男大生在七月九號 就曾到台北接觸過確診個案 到彰化求學後再度 北上接觸另外五名朋友 另一名個案則是在兩天內 三次北上聚餐連帶三名朋友確診 每個禮拜會有一兩天的時間 回到彰化有一些兼職的工作 那家裡面這些接觸者 我們已經匡列了 兩個年輕人CT值都偏低 共通點都是有雙北活動史 懷疑感染源跟特殊社交圈有關 另外苗栗確診也加一 家住男裝三歲女童 十七號跟著媽媽回桃園娘家 跟確診的阿姨互動親密 七月二十二號被匡列採檢陽性 降級前的週末 中部確診個案年輕化 治下連三歲女童都確診 不可掉以輕心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